来看第一点 科学中不承认神造论 与我们信仰相悖 与我们的信仰相悖 如果按照这个你的这个说法 科学中不承认神造论的话 是与我们所信仰是相悖的 其实我没有谈太多 科学的方法有很多 其中有个基本的就是 它是以人的这个理性 就是人灵魂里面有理性嘛 理性的思考能力 它结合一些 当然这个理性里面 就包括它的这个一些 它一些前摄 它的假设 然后它还利用一些 现有的一些 已经承认的这些一些理论 然后再结合上它的观察 当然这个观察 要依赖某种什么工具 然后呢它要推导出来 这个所谓的某种结果 大体上都这样 大体上这样 这个结果或者是它 假设的某种目标 研究目标 理论 理论也好 或者说这个事实也好 但是基本上 我们所一般了解的 比如说我们说 关于到创造的问题 就是宇宙的 我们所谓的本体论 本体论 这个宇宙的起源的问题 宇宙的起源 起源的问题 那起源的问题 这个起源的事情 已经发生在我们 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之前 所以我们是从现在 回溯性的 回溯性的 我们去 无论是从记忆的角度 记忆的角度 还是从这个推理的角度 是我们追溯 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 到底最初是什么来的 是吧 是这种回溯性的 来追溯这个宇宙的起源 那有一些理论 是认为神创造的 当然这个神创造的 有换句话形式 什么 什么从神这个流出的 演变的 或者说我们圣经所说的 上帝创造的等等 在哲学里面 非宗教里面 也有这种 从神而来这个世界观 那我们圣经所讲的 这个从神而来 不是神的一部分 延伸出来的流出的 而是神 从无到有创造的等等 自然科学里面 很多的科学方法呢 是因为他们经过理性主义 这样的运动之后 特别是这个启蒙运动之后 一种尝试着脱离宗教 脱离启示 脱离教会 脱离神 来思考 独立思考 利用我们独立的理性 自由的理性 来探究宇宙起源 人生价值的这样的一种尝试 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 所以启蒙运动之后 受影响的这种 从宗教里面 从启示里面 从上帝这种捆绑的 这种束缚当中 自由的理性 来尝试着去诠释 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神 上帝 他创造的世界 这是我们透过启示 知道的吗 创造的世界 包括人 然后呢 结果造成了这种人 一种独立的人 自主于神的人 人的理性 就包含的人 人性里面嘛 然后试图脱离神 来理解这个世界啊 而他想的这个世界 是跟神和创造没关系的世界啊 所以人就赤赤裸裸的 视力在世界面前 然后人去用这种理论啊 观察啊 思考啊 论证啊 来获取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客观的事实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纯粹的事实啊 这种纯粹的事实呢 是不受任何宗教信仰观念 玷污干扰影响的事实啊 我们发人 撇离上帝 撇离所有的传统的宗教观念 要追求纯粹的世界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这个圣经批判 他们也是神学家们 人世俗追随这个纯粹的历史 或者是纯粹的 的耶稣嘛 不被我们假设神话的耶稣 所以去 所谓的去神话 这种去宗教化 去神话化的这种研究 其实都是受启蒙主义 这种影响啊 不掺杂任何我们过往认为的偏见 宗教的偏见 神的那种解释 圣经的眼镜等等 果然这种做法能不能成功 有没有纯粹的事实 这种纯粹的事实是与神没关系的 不被神约束的 不被宗教玷污的 我故意用他们的这个 犀利点的话 所谓就是不受任何宗教观念影响的 纯粹的事实 有没有 我们单从人的认识论来说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这个人不纯粹 我们受自己的社会环境影响 受自己家庭环境影响 我们出生生活在那个不是真空里 我们自然 有形无形就接受了一些事实 所谓的我的世界观 我的价值观 我的人生观 我在思考的时候 已经是在站在某个立场里面去思考了 我观察这个世界 所以这种科学的 很多自然科学的学者们 他们已经站在自己的前提里面 他们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纯粹的 跟神没关系的 一种他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事实 其实这已经是一种立场了 一种无神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 然后认为人是跟神没有关系的 人的理性是可以独立思考的 不借着神的启示 不受神的约束 人自己可以探究事实的 这是他们已经有了这种信念 已经有了这种观念 然后站在这种世界观 这种人论 这种观念里面 宇宙观里面 去诠释追求他们以为的 那种纯粹事实 所以人本身 人的思考不可能 是绝对脱离主观的 都有立场 只不过是我们诚不诚实而已 我以自然主义的世界观 我以基督教的世界观 我以某种世界观来代摩 我们所谓的代摩 我以我现有的 我认为的某种观念来诠释 我所观察的现象 所以人本身就不是纯粹的 人已经有了这个先入为主 只不过是我们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批判自己的 反思自己的先入为主 我以这种观念出发 来验证 来批判反思 我这种观念 对不对 去验证 基督教神学也是这样 虽然我们依赖的是 绝对的神的启示 但是我们要反思 我的解经对不对 我的神学结论对不对 不断地去 也听听别人的意见等等 解经 来光照我们这种解经的结果 灵修的结果 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评论 或者说这种判断 这种定论 对不对 这就是其中做神学的一种 自我反思的一种过程 其他询问也一样 我们要反思我们的这种 世界观 这种方法论 或者是我这种工具本身 这种理论本身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断批判 然后科学才进步 医学也才进步 那第二 这是人本身就不可能是纯粹的 一定有掺杂自己的主观的立场 先见 这个牵涉 第二 我们所想象的这种纯粹事实 本身也不是纯粹的 是我们自己虚构出来的 基于我们的观念 已经假设出来的 纯粹的事实 我们举例子 那个纯粹的历史 历史的耶稣 他们所说的历史的耶稣 不是真的 曾经在历史上 活着的那位 上帝的儿子 道成肉身 包含着 他的神性和人性的那位耶稣 既有软弱又有超然的 神性的那位耶稣 神人二性的耶稣 他们所认为的 纯粹的耶稣是 去掉 他们认为 被门徒或基督徒 这种神话的 那位犹太的 那种神话要素 附加在那位 他们认为的 耶稣本来就应该是一个 纯粹的 普通的犹太人拉比 青年而已 他们已经假设了 这种纯粹的耶稣 就是那种没有神迹的 纯粹的犹太人青年而已 所以他们所追求的 历史的耶稣 不是追求 真的历史上 那个事实 那个耶稣 圣经启示的 就是历史的耶稣 除了圣经和使徒们 亲眼见过 亲眼见证的 耶稣自己拣选了 为他自己以后 做见证的这批人 他们的见证 亲眼见过亲手 听过亲 而听见亲手摸过亲 自与他追随 经历这样的人 这些见证人 本身就对耶稣的认识上 已经发生了 这种不断的变化 一开始就以为 他是拉比 后来发现他是先知 后来发现他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 是弥赛亚 他们的认识 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然后让他们做 这种种树 十二个 甚至五百个 这样的作为 耶稣的见证人 耶稣自己 拣选了这样的人 后来透过他们 留下的作品 一开始口传 后来利用留下的作品 忠实地把耶稣 整个的画面 整个的人生 整个的言行举止 选择性地去记录 在圣经里面 去做忠实的见证 让我们认识 真正的耶稣是谁 这才是叫做历史性的耶稣 但是他们 这种所谓的追求历史性的 耶稣的这些人 学者们 他们所追求的是 他们自己的观念里面 构想的那种纯粹的 不被神化的那种耶稣 他们所坚信的耶稣 就是普通人 所以所有神迹的 违背我们理性 违背常理的 那些神化的部分 他们认为神化的部分 超然的部分都删掉 这个才是纯粹的耶稣 所以他们要 探究历史的耶稣的时候 是去掉耶稣的神性 带着他们的偏见 去掉耶稣的神性 然后他们认为 那才叫做 恢复追随 真正的历史的耶稣 真正的基督教 其实他们里面根深蒂固的 中了他们自己的偏见的毒 那讲耶稣是一个例子 就是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类似的性质 我们在观察宇宙 自然界的时候 也是一样 带着我们的 假设的那个世界观 去解释我们所看到的 现在存在的宇宙 去推理 去论证 来证明我们的理论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进化吧 其实进化论 严格来说 它根本不是论 进化 或者说演化 假说应该是 严格来说假说 为什么 提到论的时候 按照科学方法来说 当我们有个假说 经过不断的实验 实践 论证 然后又是广泛 为了论证 从时间上 从空间上 广泛的论证 发现它是 不变的话 那它就升为论 一中理论 但是它没有达到论的程度 是假说的阶段 当时就是为了替代 传统的世界观 基督教的世界观 匆匆忙忙的 没有办法提出了一个 整全的宇宙观 世界观 结果 进化论的出现 给他们 填补了这个空缺 所以就匆忙的 去接受了 但是后来科学界发现 这个 是没有办法 获得论证 证实的 无论是从考古 从这个基因 等等 现代科学的 遗传说 等等 很多证据 没有办法证明 进化论 是可以 接受的 某种 什么定理 真实 但是为什么 进化论 还在存在呢 没有很好的代替 然后即便是 理论上否认了 但是很多思考的时候 考古的时候 还是按照进化论 那个理论 把什么 这个猪 那个什么 各个什么猪逻辑 等等 恐龙化石 那种什么 冲击层 不同的层 有什么植物 那种解释 某种化石 就应该在某个时期 某个冲击层 里面出现 这种理论 本身就是进化论 所以还没有 摆脱进化论的影子 所以科学本身 也有不科学的地方 科学本来就是应该 追求真理和事实 利用一定的 虽然是有限的方法 去追求事实的 这个过程 我们称作为科学研究 如果科学有一天 科学家把自己的 科学理论 或者是方法 当成绝对的真理的话 它已经不是科学了 违背科学精神了 科学是追求事实的 一种求道 寻理者 他不是给我们提供 终极答案的 这样的一个学科 对不对 结果现在变成一种 好像真理的代言人了 所以基于这样的 方法论里面 科学领域里面 会有提出什么 宇宙大爆炸呀 什么进化 演化呀 等等 各种理论啊 尝试着解释 我们所观察的 这个世界 这个现象 所以在这里 我不只是简单的 给你答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答 很明显 这个反 否定创造论的 就跟我们所相信 圣经的启示 是矛盾的 那这样答的话 一秒钟就解决 你的问题了 但是我想让大家 反复给大家强调 我课程里面 虽然已经说了 当我们面临 特别是我们中国基督徒 特别是大家做同工 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背后我们应该 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更从深层的 虽然我们不是科学家 不是专家 但是科学家本身 也有很多 不诚实的科学家 他们对自己科学的方法 背后的那个世界观 方法论哲学 他不明白 或者是忽视 或者是他不知道 他虽然知道技术性的 实验室层面的 工具层面的 但是他忽略了 他做学问背后的哲学 所以我们之前 也谈到了哲学 虽然我们现在 区分科学 神学 其实严格来说 这是没有办法割裂的 没有办法割裂的 就算我们认为的 这种纯粹的自然科学 背后 他也有他的哲学 然后探究到终极的话 没有办法避开 神学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一般的科学 一般的科学 我们考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在护教或思考 有些信徒 他们会活在 这样的世界观里面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些理论 他们的思考 他们的困惑什么 和我们信仰之间的 这个张力什么 那科学很多 我们认为的自然科学 就是研究我们神 创造的世界 或者被造界 这个世界里面 包括宇宙 也包括我们人类自己 人类 对不对 有些科学是研究 研究人类社会 人类什么生理 人类病理等等 大脑精神等等 对不对 文化等等 其实都研究 神所创造的世界 那他研究 神所创造 观察 透过观察 透过思考 然后来研究 对不对 然后他们又试图 把神甩在一边 把作者踢到一边 然后去解读 作者的作品 尝试在 离开作者 来解读 作者的作品 而且又不尊重作者的意见 然后就随便地去诠释 就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要了解 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 它背后的前涉 它的过程 思考的过程 它的有限 以及它研究的领域 和我们信仰之间 到底哪些是 是共同的 相通的 哪些是相悖的 哪些是矛盾的 矛盾出现在哪里 所以后来我们也说到 我们实际上神学 也是一种科学 一种学问 一种研究 为什么呢 虽然我们不能说 我们来研究神 但是我们在 思想神的话语 研究神的话语 虽然这个过程 需要信心 祷告 需要启示等等 但是它也是一种 学学科学啊 这种科学 不是我们说的 达尔文建化论的科学 自然主义的科学 是一种方法 那神学 它有它 它是一门科学 它有它的方法论 它有它的做学问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神 启示我们 我们领受神的启示 我们需要信心 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 我们需要圣经 我们需要一些 试经的方法 原理等等 等等很多 对不对 这是作为 基督教神学里面 作为一种学科里面 学问里面 它有它自己 独特的方法论 和我们一般认为的 自然科学的 实验室 实证主义 这种方式 是有所不同的 每个分科 学问领域 都有可能 它独特的一些方法论 那当然 他们的方法论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脱离神呢 我们知道 没有办法嘛 研究的主体 人的理性 是神造的 你不了解人 人的有限 人的堕落之后 人理性的这种功能 然后这种人不知道 又研究神所创造的世界 又用神 给我们理性的功能 等等 怎么可能撇开神呢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要全面的去了解 虽然我们不是科学家 即便是科学家 也不一定 他们完全懂 他们自己的方法论 诚实的懂 不诚实的 他们不懂 所以好的教育 是不管告诉我们 现象 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还观察我们背后的 还告诉我们背后的哲学 一个诚实的科学家 应该教导学生 我们科学 是怎么做学问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 什么样的代模 什么样的思考方式 如何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用自己固有的方式 这个科学 我们做科学的一些方法论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种方法论 或者这种技术 这种工具 这种方法里面的漏洞 和缺陷什么 诚实的科学家 应该这样 教导自己的学生 但是现在 很少有这样的人 老师去教 就把我们这个领域 当作绝对化的真理 不容置疑 当正信仰 挑战都不可以了 这样的话 科学就不可能发展 所以在中国 从严格的意义上 不可能出现大家 不可能出现大的学者 不可能出现那种 真正的意义上的科学家 某个领域研究病毒 什么武汉研究出来 厉害 是 但是他没有办法造福人类 是吧 研究出来都祸害人类 为什么 这个研究者背后的 他支撑他的信仰 道德没有 都是工具人 所以这种 只教我们 局限性的技术的 教育方式呢 它不是开发 我们的思考方式 如果大家跟我学 你就会发现 我为什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去答的那么复杂 因为那个问题 本身就不简单 背后涉及到 你问这个问题的人 其实涉及到了 你背后思考的 你这个人是如何思考的 为了解决这个现象 脸上的这个痘痘 这个背后 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你生理的问题 内分泌的问题 都要考虑 对不对 你皮肤的这个性质的问题 是油质的还是干性的 油性的干性的等等 不只是简单的 拿个那个圈 给它挤出来 就OK 涂个药膏 完事回家吧 平平安安的回去了 那么简单 这种现象背后 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处理 每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学习了一种思考 这个过程就是启蒙 就是教育要达到的效果 不只是给我们 端上一碗泡面而已 教导我们如何去采购各种食材 可以灵活的 随意的去制造出 自己所喜欢的美味 按照一定的法则 我们培训出来的结果 不只是让大家背 科学不承认理论 所以是与我们信仰相背的 OK 为什么相背 背后信仰讲什么 科学讲什么 它背后什么 这样的话 你思考的背后的思考 你学会了 你处理好了这个问题 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也会思考 去发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这个很重要 你背出了200条答案 很重要 标准答案 但是你解决了200个问题以后 让你懂得了如何 透过解决问题去思考问题 当下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 虽然可能不一定清澈熟路 像老师这样 但是你知道了如何去思考问题 寻求答案 处理问题 随着时间的积累 经验的积累 沉淀 你渐渐也老练起来 你就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 属灵的老师 虽然我们不一定 每个领域都成为专家 但是至少 你要懂每个领域里 大概运作的原理 甚至有一些 他们在那个领域里的专家 他都不知道自己如何思考的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其实我想跟大家谈很多 因为作为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和传道人 面临着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的那种世界观 那种科学什么发者观 当然他们把那个进化论和那套理论什么 又延伸到世界 社会上等等 经济上或者精神领域都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方面一定要处理 不然的话 以后遇到我们教会的青年人来的话 他们有些稍微聪明一点的人 问些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就蒙圈了 所以我们也要深入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OK